新冠肺炎的确诊数累计突破14万大关 死亡人数也超过2400人 知名的抗疫专家佛奇 更是语出惊人的预测 他说疫情会导致美国 10万到20万人丧命 不到一个礼拜前 川普曾经希望能够在4月12号 复活节前复工 但他现在又说 要把社交距离政策延长到4月30号 被批评是自打脸 美国疫情持续升温 病毒重创纽约 大苹果变毒苹果 纽约州死亡人数超过6000人 全美最高 连绿意盎然的中央公园 都要变成野战医院 搭帐篷 运物资工作人员还在赶工 中央公园里的野战医院 目前规划有68张病床 预计美东时间31号就能上线 美国新冠肺炎死亡数 已经超过2400例 确诊数突破14万大关 总统川普要民众避免群聚集会 人与人还要距离两公尺 相关的社交距离政策 川普宣布延长到4月30 但此话一出又被酸 简直是自打脸 除了宣布延长社交距离政策 川普还希望美国在6月1号前重回正轨 但美国最顶尖的抗疫专家佛奇 却欲出惊人提出警告 佛奇说新冠肺炎恐怕夺走10万到20万 美国民众性命 但他也强调疫情仍在发展中 数字还会有变 呼吁各界别轻忽病毒的危险性 谢谢唐若仪 综合报道 美国纽约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 但是防护设备严重不足 有一位在纽约工作的台湾年轻医生 他形容每天都提心吊胆 这是位于Bronx的Jacobe医院 外面一群前线医护人员发起抗疫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面临相当的危险 事实上台湾有一名 北医毕业的年轻医生 就在这家医院从事专业训练 而他已经在加护病房 面对了至少20名新冠病人 他把心得在脸书分享 一个和台湾最大的不同是 纽约就算诊断是阳性 也不见得会住院 而是让他们回家 其实你只要上纽约市 有关新冠检疫的时候 就发现 如果你生病了 请三四天都待在家里 然后除非是重症 不要去医院 因为都要节省医疗资源 这位在线上开记者会的医生 就挑明了说 也正因为都是要照顾重症者 因此台湾医生也说 院内已经有三位医生感染 大家问他害不害怕 他的回答是 每天都提心吊胆 所以现在有些外界的评论是 美国在学大陆的做法 可是事实上 他们是要来消化一些重症的患者 都有点来不及了 真正的方昌医院 恐怕是在纽约市民的家中吧 记者龚芒华 林姿慧 纽约的采访报道